他们俩构成竞争关系 所以马上就切到了韦晓园 他很厉害 他做的是直体前空翻 直体叶格 F组 比前面两个选手做的都要难 他们前面是两个D 他就是F 他比赛的时候 场下的队友都会喊 走起来 走起来 就是说动力性要好 甩起来 然后你的节奏才可以完成 稳定地去完成你的动作 一旦动作停下来了 那么你就 他这一点有点像鞍马 一旦断了以后 他也是没有明显的用力和停顿的 而且他也是利用惯性 他这个是E E F 前面两个加0.1 因为都是两个转体 后面这个E和F就构成了0.2的一个连接加分 C可以在高低杠里面获得连接加分 但是他满足的要求是 D后面加C的话 D要是在同杠飞行 或者低到高的换杠里面 产生了这是个D 后面加一个C以上 但是呢是在高杠完成 然后按照这个顺序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你才可以拿到0.2 所以这个动作的价值不是单个看的 要看它的位置 和它是属于换杠啊 就算换杠也得看 你是低到高 还是高到低的换杠 所以不能仅仅说辨别 你给我一个D 这个D就可以获得连接加分 因为它前后都有什么 还不是这样的 如果D仅仅是转体 哪怕你两个E组的转体 你也只能获得0.1加分 是因为它是转体 它不是飞行 秋气源是在这一场比赛里面的 高低杠最后登场的第八个人 这是已经要签名了吗 这次比较可惜的 一个是秋气源 没有在全等的比赛中 发挥好 那么 并腿正涛 三百六 科莫娃换杠 街 瓢空翻换杠 这是一个长连接 范令文换杠 并腿正涛 一百八 灵力转体 灵节转体 曲体液格 这是它的第二个长传 这次比较好 这里会空翻两周 站起360度下 一阵难度可以获得一个下法 加分 0.2 它这套跟它的个人全能决赛 上了难度那套是一样的 而这一套完成的就是 这一场全景赛当中 最好的一套 最顺 这就是低杠内 灯杠后回环 筋道力腾空一百八只高杠 命名是范令文换杠 现在看到的曲体液格 它前面有两个一组的转体 这样连接就是三个连接 两个D 一个E 这样的一个连接 实际上高低杠从这个角度给 是看不清楚的 因为有的选手的 并腿正涛和灯杠回环 从这个角度看 是不太容易辨别 而裁判员实际上 位置是在侧面 侧面就看得很清楚 这是它的灯杠 在之前 它的科莫娃换杠是并正涛 区别就在于一个角 是蹬在杠子上的 一个角实际上是高于杠子 搭在杠上的 所以从侧面看是很清晰的 很多时候体操比赛 是因为角度问题 它会导致你第一 不好辨认它的一分扣分尺度 第二个呢 是不太容易辨认动作类型 除非你就是 你看这种角度就会很清楚 你什么动作 侧面看清清楚楚 而且像瓢空翻 但是这个周期 这本新规则里面 对瓢空翻没有很详尽的 扣分尺度的一个描述了 这个周期对飞行连接的要求更高 以前第一的飞行就可以加0.2 现在升级了 FD才可以加0.2 难度6.6 完成8.366 马龙泥换杠 瓢空翻换杠 这是个地地的连接 范里文换杠 成了 零力转体 零接转体 扭臂大回环360 躯体液格 两个E 两个D 直击后空翻两周 下 下法还给他加个0.2 比质量 唐锡进需要 如果想在这场高低端的比赛中 获得一个 获得奖牌 他需要保证自己的质量 因为从难度上来讲 罗蕊 包括后面的秋奇猿的难度 都比他高 他最亮眼的 就是他的第二个长串 就是 开场的第一个 两个D构成的一个连接 那么是0.1的连接加分 灯杠回环 转体180道立腾生制高杠 命名为范利文换杠 范利文劳拉 荷兰选手 这个 曲体液格之前有三个 那三个 是使得这个单个座的空翻地组 可以获得 这个长串 加0.3 这次全球的 中间竞赛还是能看出来 吕晓媛难度还是有优势的 他难度能够打到6.6 那么像其他呀 像 罗蕊 秋奇猿 就包括唐锡进 这几位选手 这次是完成质量 那么秋奇猿这次确实是 个人全能没有比好 就个人全能的内场没有比好 资格赛比的还是很好的 难度6.1 冰腿正涛 三百六 掉下 加油 加油 定正涛后跃至高杠 瓢空翻 灯杠回环 一百八 至高杠 好 灵力转体 然后是 再来一个灵转 然后是一个直体液格 他后半程都非常好 但是开场的第一个动作 他比他的资格赛难度提升了 他资格赛只是做一个 冰腿正涛 他刚才可能是希望提升难度 增加竞争力 加了一个三百六展体 但是不要想 冰正涛三百六 倒立的时候松腰了 重心控制不好 灯杠回环至高杠 一组接瓢空翻 这样的话 这个连接原来的规则是0.2的 现在降到0.1了 灯杠回环 一百八 至高杠 好 看这个长串 每次 每次在做这个液格的时候 都是单独给他做 其实这个回放要往前打点 起码要打 多打个五六秒 因为前面两个很重要的专体 是帮助这个F组的直体液格 获得长串连接加分的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在高低杠的慢动作 回放这个岗位上是需要普及 确实是很可惜 单个看直体液格 它直价值F组 但是跟前面的灵地转体 灵接转体加起来 这两个E一个F 它就会增加连接加分 可以达到0.3 所以不是脱手再握杠才是最难的 咱们一起码 越来越多一路 越来越多 终于还要以免着 终于的你 系统 请 许多 这个角度看吧 仔细看 就比较容易分辨出来 是灯杠 还是病症掏 回放看了没问题 就是回放分辨很清楚 但是你要正常速度化就会 刚才那种角度 就是跟这个杠平行的机位 你去看 就不太好分 黄浊坟 预赛第六名 病症掏360 病症掏后院至高杠 调空翻去到低杠 东杠180 换我至高杠 这些动作都是有相应的命名的 但是我们描述呢 都是按照它的姿态进行描述 大部分选手做的都是 这个夜格 要么就分腿 要么就是躯体去做 做直体夜格 这个APP做难度是很难的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只能看到两次 还可以再慢一些 动作呀 不用着急 不用赶 并腿正掏 后院至高杠 紧接着 换卧至低杠 灯杠回环 长振曲身上摆到立 同根 就是指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我灯杠类的 做三个 然后你就不能再做了 不能说我擅长做这种 我就 八个最高难度 我做它的四五个 那不行 那么有的选手呢 他擅长做 滔腿类的 那么有学校是 腾身类的 擅长 所以他就会 你一看他上去 如果能做到两三个了 就会 就知道了 他这一类比较 这种都是用躯体做的 躯体姿势 但是脚的位置不一样 腾身是直体姿势 下发 他的右腿啊 膝盖 那个 刚才这种下的方式 会有 构成一定的伤害 稍微曲线膝 可以减少一下 缓冲的力量 后面就要看到 两位 我们比较熟悉的选手 那么首先呢 是唐希静 然后是邱其元 目前成绩排在 领先位置的是 罗蕊 对了 对了 谢谢观看